各位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徐德勒视角 那么今天呢和各位友友聊一聊 刚刚过去的 在俄罗斯部队在乌克兰的不查证 杀害乌克兰平民之后 整个的局势的这个走向的问题 那么大家都知道 国际社会呢 在强烈的谴责 俄罗斯部队在不查证 杀害乌克兰平民行为之际 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 4月4号亲自造访该阵 并向现场媒体喊话 我们希望你们向世界展示这里发生的一切 俄罗斯军队做了什么 俄罗斯联邦在和平的乌克兰做了什么 我希望让你们看到这些是平民 这很重要 泽连斯基强调 乌克兰将尽一切努力找到所有应对暴行 负其责任的人 并警告若乌克兰无法找到一个文明的解决方案 乌克兰人民将诉诸 非文明的解决方案来处理这种情况 他说我们将施加最大的压力 为了找到所有罪犯 我们一分钟都不会停顿下来 那么周一的时候 俄罗斯总统普京也被拜登再次的称为是战争罪犯 拜登说 你们可能还记得我因为称呼普京为战争罪犯而受到批评 事情的真相是 你看到了在不查发生的事 这证明他就是战犯 他是如此残暴 在不查发生的事情令人愤慨 拜登承诺对俄罗斯实施进一步制裁 并呼吁应该收集更多信息 以对普京犯下的战争罪进行审判 但他在谈话中并未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一样用种族灭绝一词 形容俄罗斯部队在不查阵的行为 同日美国国防部表示 俄罗斯部队应对在不查阵发生的暴行负责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表示 对我们及对全世界来说 很明显的是 俄罗斯部队应对不查的暴行负责 这些人到底是部队 拥兵还是车臣人 目前我们还不能有定论 但我们一定不会否定在不查阵发生了暴行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拉恩4日也表示 欧盟已准备好派遣调查人员调查可能的战争罪行 除了谴责俄罗斯部队的暴行之外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格林菲尔德4日在出访罗马尼亚时表示 美国将要求联合国大会暂停俄罗斯在人权理事会的职位 他说 俄罗斯参与人权理事会是一场闹剧 这是不对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现在联合国大会应该投票 取消他们的资格 目前是俄罗斯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三届任期中的第二任期 根据联合国的规定 三分之二的多数票可以将系统性侵犯人权的任何国家 从人权理事会驱逐 联合国人权高专巴契莱特4日看到来自布查镇的影像后 表达了他的惊恐 他在一份声明中说 我对乌克兰布查镇平民躺在街头和乱葬港中的画面感到震惊 从这个地区和乌克兰其他地区传出的报道 引发了与战争罪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严重违反国际人权法可能的相关讨论 除了美国言辞谴责俄罗斯部队的行为外 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同日也宣布 德国将40名俄罗斯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 意味着他们必须返回俄罗斯 柏林认为这些受影响的是俄罗斯情报部门的成员 他们将在五天内离开德国 贝尔伯克表示 这些不受欢迎的人 每天一面在德国工作 一面反对德国所享有的自由 影响德国社会的凝聚力 他说我们不会再容忍这种情况 俄罗斯大使蒂塔耶夫周一被传唤到德国外交部 贝尔伯克也向他传达此一决定 根据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 俄罗斯外交部同日表示 将对德国驱逐40名俄罗斯外交官的决定 做出相应回应 虽然俄罗斯外交部没有提供相关细节 但最近几年 这准针锋相对的外交驱逐非常普遍 与此同时 法国在四日晚些时候 也表示该国将驱逐35名俄罗斯外交官 法国外交部表示 这些外交官的活动违背了法国的安全利益 并称此举为欧洲联合行动的一部分 立陶宛则是宣布驱逐该国的俄罗斯大使 称此举是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 与俄军犯下暴行的回应 对于多个欧洲国家接连驱逐俄罗斯外交官 俄罗斯安全委员会副主席前总统梅德维杰夫 说莫斯科将对西方国家驱逐外交官的行为 做出严厉回应 他说这将是对称的 对双边关系具有破坏性 梅德维杰夫称驱逐外交官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做法 并强调这种做法不会有任何的结果 与此同时 人权观察高级法律顾问雷迪 次日接受德国之声访问时表示 该组织和其他几个国际机构一样 刚开始调查俄罗斯占领期间 在布查和其他乌克兰城镇的所作所为 他表示 虽然人权观察没有足够信息来审视整个事情的全貌 但他们确实有相关证人 他说 我们确实知道有战争罪 我们已经与见证战争罪的人谈过 我们能够记录一位妇女的证词 他亲眼目睹了一次 急决处决 当时乌克兰男人们被排成一排 跪在地上 其中一个人的T恤被拉到头上 然后被射中后脑 雷迪说 由于各界有大量关于俄罗斯军队及其行动的信息 他相信很有可能找到那些犯罪的人 他说 我认为会有证据表明 在不同的战争罪行发生时 谁在哪里行动 在某种程度上 应该会有目击者的证词 这可能有助于缩小追责范围 雷迪说 国际刑事法院可能会追寻必须负最大责任的人 他说 这可能不是只在现场开枪的人 而是只负责该指定行动的人 他是指挥官 应该知道发生了什么 可以防止他 这就是所谓的指挥责任 现在这起暴行已引发了全世界的声讨 那么普京作为俄罗斯的总统 以及发动对乌鲁克兰战争的罪魁祸首 对这件事情 他是负有间接责任的 虽然现在还没有表明 这个屠杀的决定 是来自于他亲自的这种受益 但是作为整个战争的发起人 对这件事情 他是没有办法脱掉干系的 那么泽连斯基也邀请 原来的前德国总理默克尔 以及法国总统萨克齐到不查 来看一看 这个说法 我觉得讲得非常的精准到位 我在推特上也在讲 其实今天乌克兰的局面 完完全全就是因为当初默克尔 还有包括萨克齐这些个左派 他们对俄罗斯的绥静 对普京的容忍 因为担心自己的能源问题 在国内的支持率下降 所以他们对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问题上 在克里米亚的问题上 采取绥静导致了这个结果 如果当初把乌克兰纳入到北约系统的话 那么今天这个事情就一定不会发生 不可能发生 而恰恰是因为他们的这种绥静 导致了这种惨剧的发生 虽然默克尔自己也表示 他会对当初的决定负责任 但是那又有什么样呢 什么用处呢 另外一个值得观察的角度 除了这些个令人发指的暴行 这些图片 我们没有在节目当中去逐一的展示 虽然我们也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个视频 因为他过分的残忍 我们并不想希望在这里过多的渲染暴力 我们只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 告诉更多的人 如果我们相信俄罗斯入侵 乌克兰是有难言之隐的话 那么我们请问 你们杀害平民的道理又是什么呢 大家知道 这个俄罗斯 就是包括前苏联 他们在屠杀平民上 他们是有非常恶劣的历史的 包括大家都了解的波兰的卡廷惨案 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德军 他们在选择投降对象的时候 他们宁愿选择向美军投降 而不愿意选择向苏联的军队投降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你做了苏联的战俘以后 他们可以任意的蹂躏你 虐待你 而且苏联的军队 在所有的这些个 他们所谓的去解放的这些国家里 包括德国在内 他们大量的强奸当地的妇女 包括在中国的东北 他们又犯下了累累的罪行 所以他们是一个恶行昭彰 恶贯满盈 臭名昭著的一个国家的一个部队 所以很多人 特别是这些个华人 他们竟认为普京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 的确令人匪夷所思 难以完全的能够接受和理解 各位友友 大家你们要相信要知道 随着这场惨案的发生 那么现在目前正在举行的和谈 还怎么样的开展下去呢 那么在某种程度上 俄罗斯他难道不需要让步吗 或者说他不需要做出更大的妥协吗 按照他原来的既定的方针策略 他是计划着 不说最早的计划 他们是计划着在5月9号 他们的所谓的胜利日这天 俄罗斯的这种胜利日的这天 他们就可以宣告跟乌克兰的这场战事结束了 他为了止损 因为现在他的整个的前线的战事一塌糊涂 他的后勤补给出现了巨大的问题 这些一切源于他这个体制 他的贪污腐败 就像很多人分析的一样 在俄罗斯的军队当中 那么这些个军官 他们实际上应该配给这个后勤补给的 这些个所谓的这些个给养 都被他们贪污掉了 那所以士兵们才会吃到过期的这种压缩饼干 那么包括这些个士兵 他们死亡之后在战场上 都不会被 为什么不会被及时的家属 被及时的通知呢 原因也很简单 因为只有隐瞒了这些个信息 那些个官员还可以继续的吃空想 大家了解不了解 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样的一个腐败的体制下 它自生出来的必定是各种各样的 在每一个环节上的打折扣 就像我们说一个进口车和一个国产车 巨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一个进口汽车的每一个部件都是精良的 组装起来就是一个好车 而国产汽车就是低劣的 就是因为每一个零件上 你都投工减料 那最后出来的车一定是个劣质车 那么现在目前普京肯定是一个头两个大 因为现在他所面临的挑战 是他在国内有反对的声音 在全世界都要在制裁他 现在目前在欧洲 波罗的海三国的立场最为强硬 在驱逐俄罗斯的大使 那么德国法国刚才大家也看到了 都在对俄罗斯的外交人员进行驱逐 那么整个西方社会 他们的目标就是这次要彻底的放倒普京 即使这次乌克兰跟俄罗斯达成了一个和谈 达成了一个和平协议 那么对他的制裁 我相信力道并不会减少 那么虽然有些小的国家他有妥协 像匈牙利他就表达出来 他愿意在比如说捷克斯罗伐克 对不起是捷克 他们表达出来 愿意在这个天然气的问题上支付卢布 是因为他们的确能源上的确短缺 尽管他们也在寻找出口 但是为什么德国包括法国的立场 就非常的强硬的 就是因为如果俄罗斯 他们把这个对法国和德国的天然气掐掉的话 那么他整个军队40%的这种后勤补给的这个费用 就没有着落了 虽然他嘴上很强硬 但是实际上他也是心虚的 他并不敢完全的断了整个欧洲的天然气 因为你这等于是杀敌1400800 这已经不是杀敌1400自损800 你现在是杀敌800自损1000 因为这是个损人并不利己的事情 你把你现在等于自己在制裁自己嘛 因为天然气你出口 你是为了要换钱 换出来给自己的部队发给养 才能维持维系这场战争 但是现在如果你把这个天然气 这个阀门关掉的话 那你就根本没有办法再持续这场战争 这是个最简单的逻辑 那么我想跟各位友友来分析 现在目前的这个战争的状况 就是外界普遍的说 现在泽连斯基跟普京已经基本上 他们双方已经达成了一个双方可以接受的协议 但是实际上随着这个不查事件的发生 这个协议达成的可能性就越来越低了 因为泽连斯基在国内 他是一个硬汉的形象出现了 受到了万民的这样的一个拥戴 如果这个时候在这个时候 他签下了这个协议 那么他对不查证的那些个死难者 没有办法交代 他对整个的这些个 所谓的乌克兰的人民遭受战争蹂躏 流离失所的这些难民 包括自己留在国内的这些人民 也没有办法交代 所以他必须在这个问题上 不能够继续的退让 现在也有传言说 他已经在考虑着把克里米亚要拿回来 这样的一个立场跟态度 到时候普京该怎么做呢 原来我在节目里讲过 如果说王家的这个农民 就王老三跑到张老二家里去偷玉米 本来呢 这个玉米呢已经偷回家了 结果呢 他又跑到人家去偷红薯 结果被人家发现了 暴打一顿 不仅红薯没偷到 最后连这个玉米 原来偷的玉米也要还回来 这就是王老三的下场 其实也是普京的下场 各位友友 大家要一定要知道 要了解 这场战争 让普京陷入了非常尴尬的境地 因为他如果早知道今天这个结果 他一定不会发起这么一场 没有任何把握的这样的战争 他高估了自己 低估了对手 过去中国讲 孙子兵法讲 百战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那现在他因为又不知己 又不知彼 导致了这场战争 导致了现在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么真正的这个杀人者 屠杀者 到底是不是他下的命令呢 我自己个人的判断 可能性并不大 因为他也非常的清楚 如果去下这样的一个命令的话 等待他的将是什么样一个结局 这个屠杀平民这件事情 虽然是过去整个的俄罗斯 苏联 他们一直延续下来的 这样的恶劣的这种习惯跟传统 但是普京 他对当今的世界的格局 生态 他是非常清楚了解的 我相信他不至于愚蠢 到这样的一种程度 让自己的手下去 真正的去屠杀平民 这个对他没有任何的帮助 也并不能真正的阻贺 乌克兰人的这种反抗的 这样的一个决心 所以在我看来 这个决定应该是 当时的那个部队的相关的 士兵的自己的决定 并不一定来自更高的 这样的一个层级 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不知道基于一个 什么样的目的 是基于他们自己原来的本性 还是基于到什么样的特殊的情况 还不知道 但是这件事情一定会有人买单的 特别在今天的这个社会 氛围下 他们一定会 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而且不仅他们要付出代价 普京也一样 因为普京是战争的发起者 没有发起这种战争 那么 乌克兰就不可能出现 这么多平民被杀的现象 所以严打哪闲 粗胆哪酸 普京还是难辞其咎 好了 今天和各位友友就分享了这么多 谢谢你们的收听收看 请点赞订阅 转发支持我们的节目 谢谢 谢谢 谢谢